江義市今年一度的六寮客中文化華東 今天在江義市六寮里登安宮老闆的起床 今年以南蘭作為華東的主題 基本一連傳政策客家文化傳統美食 花藥舞蹈以及市集頂頂華東 市民安民會客家委員會 委員王水昌以及各位議員頂貴賓 都請出席 現時會起婚前老闆嘲美 六寮客中文化華東 六寮客在江義市六寮里登安宮老闆頂 江市長文化 客家委員會議員黃瑞湘以及各位議員頂貴賓 都請出席議會跟民眾頂貴賓 今年華東伊蘭蘭作為華東主題 市長文化與財政貴賓 競選台提案蘭蘭的六寵 現場氣婚老闆嘲美 市長文化表示 為在江義大學南坦學校旁邊的六寮社區 世界會是客家人口最多的客家增 六寮里所保存的客家三合院 土地公廟跟客家廟屋頂貴賓 到現在也是環境保存 也希望就每年在六寮里基盤的客家 彩方華東 可以讓市民看到客家志力 我們看到客家文化不但是在語言在生活 尤其在客家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每一次從學校的教育 社區的社區彼此文化的感染跟感受 然後就帶到這裡這是一個成果展 還有很重要的客家的產業 我想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展現客家文化 胡染 客裝 閃亮 我覺得看到很多人 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 但是我們總是扮演著非常尊重 非常感動 謝謝大家一起來享受 這一個不同的文化 然後感受它的其中的意義跟精神 李華東現場對他掛到青手插的物品 也還有美式提供民眾享用以外 也還有一人傳的精彩表演 也要讓參加民眾度過一個快樂的禮拜咖啞 三位新聞就面前的七彩鳳 補兜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